一位是中国自由搏击的代表人物死神方便 一位是国内MMA天花板火麒麟王赛 如果他们二人来一场对决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拳风赛事的老板拳王上司阿峰 在与王赛连迈时 真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我们方哥小方便他们的性格也很像 方便是从来不愿意多说别人一句话 路过VCR都不愿意去调起一点点火星啊 这样给你方哥打什么规则呀 打搏击规则呀 咱打规则 他又不会柔术是吧 方哥不是也打过那个MMA的规则吗 我一定能说得动啊 但是他怎么都打过MMA啊 没有吧 打过一场 打过一场 方便把那个 而且是把那个老外好像是裸脚了 一场 在这里 太极大师王湛海闹了个大乌龙 王大师看的视频 其实是死神方便拍的电影 叫决战荣耀的拍摄花絮 太古雷龙说的没错 方便并没有打过MMA 大家想看 想看我跟方便的跨界之战 对吧 我是MMA跨界 就是最后就当我找天王上司 我知道有那种赛事 就是Max规则 可以战力战力终结 只能战力 对 那方便可以做一个战力战力的规则 就是那个托异老师做的那个规则 战力如果行 对 没有对 打到最后没有 只能拼算平局 大家呢 也能好收场 他可以可能觉得会好收场 当然我觉得方哥搭败机会 会被我战力结束 我有这个信心 王赛自信满满 自认为可以在战力中 终结死神方面 那才是真尖队卖毛 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个赛 不就打个比赛吗 是吧 赢得起都输得起 没有谁给谁 什么那个 都是流量报表 是吧 都是这个行业里面领军人 跟高手过招 其实这是我们最终 其实大家想要的 这是想要的 他能让一个赛事 推向一个高度 流量推向一个高度 这一定是最后 最终的收割者 一定是职业赛 一定是职业赛 对的 能看出来 王赛是愿意和方便来一场较量的 但死神方面 在直播谈到此事时 却是另一番态度 王赛和你打一场正规比赛 你接下来吧 我不接 对吧 没意义 咱别这个 窝里横嘛 就是 还是要去 到正规的比赛平台上去打 正规的比赛平台上去打 第一个 第二个我希望就是 能够去打一打 国外的高水平选手 能为国争光 为国争光 我这样想的 有能力一定要去 非国争光 而不是说费一点流量 谁都想去蹭一蹭 谁都想去干一干 谁都想去打一打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必要 对吧 你说我和王赛也都是不错的朋友 也很早就认识了 我在打全国锦标赛的时候 他还没有比赛呢 他坐在场下看我比赛 他那时候还小 也是很好的朋友 有什么可打的 没有什么可打的 切磋一下 切磋一下 没有任何的戏剂 有什么可打的呢 我恨他无言无仇 有什么可打的呢 咱也不是一个运动项目 他打中和格斗的 他拿了中和格斗的 什么世界冠军 我是打这个自由国击的 咱也不是一个运动项目 有什么可打的呢 对不对 没有什么可打的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打的 好吧 也不要被那个 被那个很多人带了节奏了 那就对吧 似乎一定要清晰 不是为了什么 为了热度而打吗 你们说打就打吗 我觉得你们要研究研究 他到底为什么而打 不是说乱点鸳鸯谱说干 那就干 是不是 两百万可以练练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王赛和方便身高都是1米84 王赛平时体重95公斤 而方便平时体重85公斤 王赛又比方便小了三岁 王赛37了 方便40了 从方便平时的言行来看 他不爱炒作 而且非常爱细羽毛 而王赛为了推广搏击 普及搏击 获取流量 对于抖音50的挑战者 是来者不拒 经常与他们正向交流 关于这一点 方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条路 他们玩的那条路 可能不太适合我 对 我并没有讲 我们并没有讲他们掉价 只有选择没有对错 跟你们讲一句实话 没有对错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那你选择玩抖音50 那你就去玩抖音50 而我呢 我不太愿意去玩抖音50 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太适合那个 我个人的话 我不太适合那个 那样的一种炒作 那样的一种手法 那样的炒作 那样的运作 那我就不去玩 这也没有对错 好吧 那他们愿意玩的话 那就让他们玩 那也没有对错 我觉得挺好的吧 好不好 那么我